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又是我 今天玩些什麼 我們玩五天沙魚 沙魚也好玩 沒有錯,今天就玩這隻 Hungry Shark World 是不是很久之前已經很悠閒嗎 沒有錯 其實這遊戲是我當初玩智能手機的時候 幾年前玩Handy電話 即是 最初那時候 最初是一隻很著名的遊戲 即是遊玩Food Ninja的時候 沒錯就是那個時代 好老啊 這遊戲好像剛剛重新推出過 現在變成高清畫面 還有中文 看到下面那一隻 還有上面那一隻不是 這遊戲就好像要收集鯊魚 那不要說太多了,馬上開始 收集鯊魚嗎?你是控鯊魚嗎? 控制鯊魚吃人的 你剛才說什麼 你剛才說什麼? 你剛才說什麼?鏡子抽筋還是什麼? 鏡子抽筋加上牙膠 我剛才起了 我剛才想認識我 那我就能吃到你,會暴擊一些人 我飛了下來 路飛嗎? 現在一開始都是大魚吃魚 三胡魚 這麼海底 以前有大佬打的 應該這集都有大佬打的 大家看到右上有生命和爆發 爆發 越吃的時候就會越大 如果爆發的時候 爆換了我們可以用左手加速 吃隻鯉 吃鯉 鯉鯉再見了鯉鯉 鯉鯉這麼快? 你別看小隻鯉 別看小隻鯉 深海就快 不,人家有手又腳會飛 有手又腳會飛 你在說什麼? 你別看小隻鯉 我們應該下去深海的話 魚應該會大一點 你是不是越吃越大隻? 對,會越吃越大隻 那隻是什麼?有些奇怪的東西 水母? 所以L級鯉鯉是什麼意思? L級鯉鯉 那個紫色 是不是叫你吃其他鯉鯉的意思? 不是,我們升級了 現在我們一口咬幾口 這個是獅子魚 不行不行 獅子魚有劇毒 嘩水母 水母 XL級鯉鯉 這是什麼? 鯉鯉吃鯉鯉 點擊螢幕使用爆發 爆死你,爆死這條鯉鯉 嘩 好血腥 Oh my god 這些是龍蝦嗎? 龍蝦也好 有地雷 有什麼深海地雷 會見一隻超巨型的大白鯊 對,牠沒什麼游過來 那隻不安 殺了隻龜 有個海底寶藏 有個飛船 有個... 它踢我 得踢在那裡 好的 我感覺到有些大佬的東西存在 我不想你來 這東西是什麼 肌餓中 肌餓中 哇你在那裡扣血 這些好像很好吃 不要走這些很好吃 哇你的生命 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怎麼了 你的生命在下跌 哇這些大堆魚很棒 快點吃啊 那條好像有條鯊魚 哪裏啊 剛剛不知 剛剛看到那邊有條鯊魚 你開始在扣血 為什麼 是不是一直扣血 因為我們來到海底寶藏的船 他說有毒啊 有毒有點危險 對 綠色的 發光的是什麼 250元 250元是什麼 血掛 金幣衝刺是什麼 金幣 哇好大條鯊魚 73元 金幣衝刺 對 金幣衝刺 即是衝到廁所 哇 衝刺的那隻 我猜不到這個 你猜不到這個 我的機器真的很難猜到 真的很難 哇這堆 哇和味 你的魚養了 那些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我怕會吃到水霧 捉電而死 那些魚夠大條 我覺得夠好吃 哇 那堆 那堆 哇 哇很大 什麼來的 什麼來的 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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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鯊魚是會咬鯊魚 他很害怕 當然他感覺不夠 打 為什麼他樣子很怪 這條鯊魚的品種 好像不是同一個類型 他是繼續吃 哇 我暈了 離開了食物鏈 真的代表你死了 為什麼 你要用一個石 我殺了一顆石 來補血 按住我 不要緊 你一會爆發殺了他 這隻是什麼 很貴 很大隻 需要M級鯊魚 即是說現在不夠 能殺這個鯊魚 我真的說你的尺寸 現在給了H H 即是怎樣 H即是怎樣 這是什麼字母 這個紫色味 我想吃醉試試試試看 金幣衝刺 喔 這是寶石 哎呀 現在才發現 即是射爆發 吃完之後 就會多了寶石 還有現在有個BUFF的效果 已經結束了 對這樣就結束了 哇 我們終於先用爆發 有個酒 什麼來的 油來的 是油嗎 不是油 不是油 白酒完 烏賊 還有什麼 烏賊 烏賊 這是什麼 需要SL級鯊魚 哇 我中了 我中了 快吃 快吃 什麼都吃了 有人 有人 他想拖你 他想拖我 走 咬死他 哇 發生了一個命案 出現了 報警 鯊魚真的會吃人 告訴你 麻煩我 不要 大家小心油水的時候 小心被鯊魚吃了 好 來了 繼續 哇 好怕海底的水雷 不能叫地雷 水雷 深海雷 撕到一個字 HC 究竟是什麼字 Hungry 有個C 不好意思 那條魚是沙魚上去 看到 看到那條魚 寶石那個 那條是什麼意思 封住了條路 來啊 不要走 OK 寶石魚 寶石魚 還有幫你補1000血 這個有點危險 那邊有毒 對 C2有毒 不是C2 C2 你打邊 走 不行 不要過 神經病 為何有人做鯊魚 做得這麼快 是不是要出去買另一條鯊魚 機餓中 喂喂喂喂 死了 死了 憑死生命值 Oh my God 鬼 它自動會彈出去 彈出去 看到我們剛才的成績結算了 我們這條鯊魚 怎樣才能解鎖到下一條鯊魚呢 你這個玩到 What the hell 死了 已經玩得很好的 以解鎖下一條 要27% 現在27% 太離譜 我們玩得夠厲害 但可以用錢買 還可以升它的東西 OK 先看看 嘩 有很多不同的鯊魚 介紹給你聽 那隻為什麼都傻了 冬牛山 嘩 嘩 嘩 狡沙 OK 我們逐天對鯊魚介紹 逐天對鯊魚介紹 現在 那現在就是時間幫大家上課了 對 海洋生物課 沒錯 我們一開始的鯊魚 叫做八雀鯊 就是靈活的小型鯊魚 是 然後叫做八頂鯊鯊 是一隻臭皮 而且侵略性的鯊魚 就是簡單來說 它短短很大 我猜通常會有些珊瑚礁 我猜是 那是它的名字 小鯊 小鯊就好像以前聽聞過 是有殺人的傾向 即是適人的傾向 哦 即是有些這樣的三名出現過的 鼠沙 因為它本身可能是大鯊鯊之類的 它的樣子也挺像 大青鯊是有額外加速功能和敏捷的鯊魚 哦 它的鯊魚很扁 你知道為什麼 很幼很敏 很小的 嘴胸牙的鯊 它的樣子也是尖尖的 對 長尾鯊 條尾很長的鯊魚 它好像白萊醬 它好像抽筋一樣 對 白萊醬 這個鯊 其實我也相信大家是最深刻 還有最有印象的 相信大家看過不少海洋心的影片 都會看到這個鯊魚的存在 因為它的眼睛是突出來的 很突出這個造型 沒錯 然後下一隻就叫做公牛沙 公牛沙是 應該會相信你 公牛沙是超巨侵略性的 超巨侵略性的 超巨侵略性的 所以它看到人的 它真的會吃人的 鯊魚 馬上衝過去 哥布林沙 哥布林沙是一隻什麼鯊魚 不沉上的鯊魚 哥布林沙好像是深海的鯊魚 是真的有這隻鯊魚 是真的有這隻鯊魚 叫哥布林 但應該不是叫哥布林沙 我不肯定 這隻叫做灰情沙 青 灰青沙 它的嘴巴會不會太奇怪呢 嘌嘌嘌 這個遊戲 無論如何是一隻遊戲 它真的無法呈現出真正鯊魚的樣子 大家可能要給一些想像 想一想 但現實來說 我相信這隻鯊魚應該不會這樣的樣子 這個東西很恐怖 這隻巨口沙 我完全沒有聽過有這隻鯊魚的存在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看一些深海生物 或者一些海洋品種 以我所知 你說最恐怖的鯊魚一定是巨牙沙 這隻叫做什麼 無溝雙計沙 這是什麼 飛 下一個 這個 虎沙 虎沙也是會適人的鯊魚品種 虎沙也是大家很危險 為什麼它是新來的 會賣紋 不知道 這個又新來 這個條例太長了 這叫做什麼 老沙 老沙 老沙應該是 通常這麼大 沒有牙的牙 通常這些鯊魚都是食材和生物為主 就像蝦蝦一樣 蝦蝦應該是沒有牙的 所以那兩隻牙應該是奇怪怪的 沒錯 大白鯊 大白鯊 不需要解釋 大家已經看上路了 OK 那馬上購買會怎樣 究竟多少錢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有一個馬上購買 我先按一下 大白鯊 不是這隻 1,200 1,200 1,200 算了 對不起 沒事發生 我們出回來 升一升級 我們一開始的鯊魚 速度咬力 我覺得咬力要升多 其實咬力很重要 咬力很大 會爆 會爆 然後我們升多速度 再升多咬力 現在咬力79 應該就很容易 好了 還有錢 好 好 先按這個 先按這個 我打算看看其他做什麼 OK 我們回回頭 回回頭 我們回回頭之後 看到下面有很多不同的選項 看看什麼 什麼 什麼 解鎖其他東西 是不是有些小的跟著你 對 很有趣 有這隻 白鯊魚 黑鯊 黑鯊 有些海豚 其他鯊魚的朋友幫手 是不是當是寵物 好像當是精靈 你試力場 還有裝備可以用到 這麼厲害 什麼瘋狂 真的 這麼瘋狂 是不是裝扮 地圖 我們還可以幫衣服 去裝扮 穿衣服 老闆 沒有錢 先不要弄太多 直接開箱 來 這是一個活動 活動要13個小時 真可憐 現在也有活動 旁邊也有什麼 每日寶箱 這是什麼 不同關卡 現在你玩什麼關卡 有些鎖了 那只有這個 應該只有這個 開箱 看看Felix玩得會不會好過我 好 開箱 衝啊 現在聲音都寒有阿軒來所帶領 左手這個手指按它的時候 就可以用爆發這個速度 好 沒問題 我咬 如果你保持不吃東西的話 你的生命值就會一直都保持扣 本身已經扣了 因為你撞的水母會扣很多 因為捉了電和水母有毒 大家記住要留意 嘩 嘩 這條魚好像一個人的感覺 有些人的感覺 有些人的感覺 很敏捷想走 對 這些是蟹 這些蟹仔是可以吃的 嘩 有錢的蟹仔 為什麼飛下來 剛才跳引我 吃那隻龜去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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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올 week win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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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揣去毒 是否有毒 姐這裏是S級鯊魚 你未到這級 你一小時了 嘩 是獅子魚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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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死了 嘩 是拐到 capital 嘩 嘩 嘩 大業nd體 這隻是沒有海洋之яв的 我是下一輩子不適合做一條生魚的 他已經輸了 他的成績只有18元 對的啦 不行,我要親身再上陣 誰哥,真是很失望 我打算去那個海流,怎會過不了他 下面還有三個是什麼,他要做的 很失望 要吃10隻龐蟹 然後油1100公尺 再加上這個,吃了5隻鳥 要衝上去水面 水面殺人 你差點說了陸地,衝上陸地 可以衝上陸地嗎? 我記得,你看他有沙灘的 但應該會馬上死 來啦,阿謙要出動了 你看他是一個空島掉下來的 空島是嗎? 哇,這批東西不得了 嘩,好多錢 我怕操作應該好過你,很明顯 當然 很明顯 為什麼要殺死爆發給我 看看水面有沒有雀仔,有啊 有啊,有啊 有人啊 有人啊,這樣才是路嘛 這遊戲是煮咬人的 我告訴你 我應該想回想當年玩這遊戲的那種人 咬人為主 這樣就衝過去再繼續吃人 沒有啊,游水? 為什麼剛剛才咬完油還回來游呢?這個也是 以為我走掉了天真的忍類 哦 稍微等待 哇 哇,這個還在玩水泡? 玩水泡? 哇,這個 哇,直接吞了下肚子 什麼橡膠肥油 怎麼撿來橡膠我不知道呢? 想想我 想想我沒事啊 喂喂喂喂喂 衝過來 娃娃娃娃娃娃娃 不故它衝過來 為什麼這個是黃金? 這個是黃金人來的,什麼事? 什麼事?這個 殺獎是不是有些特殊的東西 不是多少錢嗎 對,好像是多少錢 那不停咬人就行了 來了,看到了,鳥仔游水 唉呀 是,辦法得不夠 有人? 還游過來? 還游過來?還想走? 很殘忍 報警 報警也沒用 還游過來?有人智障 他們不知道,就不停 這個還飄過來?真是弱智 又撿了醬膠,不知道有什麼 嘩,光吃人都... 你跳起來了,老闆 興奮到瘋了,阿謙 來了,來了 好像有,鳥仔 嘩 是不是下水又有分 姿勢分 姿勢分,OK 跳水給阿神 我感覺到那邊的人又出來了 又出來了,這麼弱智? 對,我感覺到 真的很肯定 那我吃了這麼弱智的人 來,吃... 愚蠢的人類 我要打開手 沒有人 真的走光了 真的走光了嗎 真的走光了嗎 欸,不是喔 弱智 天真 我還想下水,你怎麼看 還想下水? 後面有一塊牌都說有鯊魚在這裡 你看那個人,幹嘛在這裡 按轉嘴 跳響你 按轉 以為這樣都可以沒事 我又可以超快一下 好,我們可以辦法衝去水面 然後一次過... 咦,等你吃了蟹先 來,正在解任務 還有金幣衝刺就是... 填滿了我們 差不多了 嘩,你看到很多 寶石魚寶石魚寶石魚 嘩,又加了1000分 任務完成 吃了10隻蟹 喂,這個我不吃了 這是雞婆魚來的 還有什麼? 應該... 還有什麼vision 應該沒有,又有寶石魚 我就知道 嘩 金幣衝刺 殺夠雀仔 雀仔未夠 雀仔未夠 現在金幣衝刺 金幣衝刺 可以插花落水 任務完成,OK 沒有殺人類被我殺 可能還有呢 愚蠢的人類 又走回來嗎 先吃蟹先 因為你的生命開始扣 要找東西做 那左邊會不會又回出來 這些人 左邊會不會回出來 其實左邊的灘子都可以先看一下 對 那些人虐智 那些人虐智? 你這樣說人類 豈有此理 有沒有人 真的虐智 有了,又是你 嘩,你做什麼 嘩,這下是什麼 你猜不到這隻蟹魚在空中跳下來 你是刺客來的 不要說你,刺客型鯊魚 你猜到有沒有人呢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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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詠 他看到你 貝詠 這光金色油被我殺了 如果你游泳一定會 這樣沖去你的背 給他一點希望 好,給他一點希望 暗暗的 好絕 走得掉 走得掉 在我世界裡沒有走得掉 兩個字 三個字 是 你終於知道這什麼問題 要咬人的 咦,升級 升級 哇,OK 現在我來個 好大隻蟹 現在狀況幾個 八千幾分 八千幾分 怎麼搞這麼多隻蟹 怎麼這麼大隻蟹 哪裡 下面 這裡 這麼大隻蟹 不夠打 對不起 這麼大隻蟹 還是不夠打 還是不夠打 潛水 潛水 他拿著把刀 拿著把刀,你想砍我 我先砍,又在這裡 正 不吃人了 現在要吃蟹 吃蟹 現在要 這樣叫蟹的嗎 對蟹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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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烏刀,烏刀,烏刀 烏刀,烏刀 烏刀 魚餌獎禮 魚餌獎禮 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水墓 開人不錢 那裡有一批 有批 咬死了 好慘 整個都是魚 這種感覺 只剩一條很慘 整個家園沒有了 只剩一條魚 這個不可以咬它 這裡想怎樣 這個地方好像很危險 來啊 怎麼了 哇 死了 下面是 有些屈肌的鯊魚 沒想到 下面的鯊魚 我一看就知道 根本不夠打 對 等級不同 還有我鯊魚 現在這款鯊魚 是不夠做的 但也玩得不錯 直接升了兩個等級 6等級 還有超高分 高分 1500 他可以分享 我可以叫你 不分享 我們完成任務 他給了我們很多錢 600元 600元 OK 簡單來說你要完成任務 好了 我們看到現在有600多元 我們升級 升爆了 其實咬力和速度 這樣 差一點 升爆不完 也好像差一點 對 差一點 爆發升不完 爆發差很多 不用了 最主要兩個都可以 其實速度是游得這麼快 咬力是吞食裂物更加快 咬力是爆發時間更快 就是攻擊力 中間就是 對 其他東西 現在要怎樣解鎖 就 就 要買的 一定不是吧 一定要用鑽石來買 看個小 那我要收集很多鑽石魚 對 補石那些魚 沒錯 那這些我又解鎖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以鎖定我寫著 以鎖定但我不可以解鎖它們用 哈哈 噢 他的魚比你更空虛 噢 他有說為什麼可以有這條魚 所以S級 即是你要先解鎖下一條鯊魚 沒錯 如果我還未有下一條鯊魚的話 我還是不會有這些東西 十二看任務 對 他也有說 XL 其實這個遊戲 真的令我想起上年 我用一部很差的Android電話 那時候 一開始用電話 對 還要玩這個遊戲 你經常拿機 沒錯 因為那時候Android電話 你不夠厲害的話 好像是會拿機 就是你玩二三... 因為那時候一部二三千元的電話 你玩什麼遊戲 都是會拿機 就是你玩最便宜的遊戲 才不會拿機 特別在這遊戲 是這麼多Animation 這麼多動畫 還要這麼GD的話 一定會拿機 他有很多個Object在那裡 沒錯 那今天這個Hungry Shark World 就先玩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Like 有什麼想要記得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說 如果你也想我繼續玩下去的話 又想看我這麼無聊的遊戲的話 也不妨在下面留言說 那今天影片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喜歡記得 記得按Like 下期影片再見 各位拜拜